《文理大道》 大家好,歡迎收看《文理大道》 今天要來分享一位歷史上 歐洲最重要的天文學家之一 他叫克普勒 克普勒於1571年出生於德國 他的母親在很小時候就過世了 因此他就由他的父親撫養長大 克普勒是一個天才學者 早在小學時代就展現出了優秀的數學才能 他後來進入了圖兵根大學學習神學 在學期間他對天文學產生了濃厚的興趣 在之後其實他自己很想成為一位牧師 但是有人邀請他去做天文學教學的工作 於是他那個時候就答應了成為一個天文學的老師 他的著作《新天文學》是他最重要的成就之一 在本書中他解決了長期來困擾天文學家的軌道問題 並提出了三大行星運動定律 接下來讓我們來談談 克普勒在科學上的成就是什麼 在克普勒之前的故事先提一下 人們因為當時哥白尼提出了日星說已經逐漸接受太陽可以在宇宙中心的說法 而且哥白尼提出的宇宙模型的數學模式比更之前的地星說 還有托勒密所提出的地星說還要簡潔許多 但是哥白的體系還是有很多的問題 人們當時相信宇宙的運動是完美的圖形 就是當時星球繞太陽的方式必定是完美的圓周運動 也就是完美的圓形 但是每次觀測起來就會發現觀測數據跟圓形差很多 所以為了解決觀測上的誤差 他們就沿用了以前的舊理論 也叫本輪的理論 就畫出了很多複雜的星球軌道的圖像 但這種理論當然是錯的 而且計算起來也相當的麻煩 因為好幾個圓在軌道裡面 而且還有很多很多的誤差 那哥白尼死後60年 就是我們今天的主角登場 就是他是一位幾乎不用望遠鏡 也幾乎沒什麼抬頭看星星的天文學家 他當然也是一位很有名的數學家 他精心用他的筆跟紙 就解決了哥白尼體系的很多的缺陷 所以使天文學在真正的意義上邁進了一大步 他就是克普勒 因為當時觀測宇宙都只靠肉眼 連望遠鏡都沒有 所以讀到這些歷史 我真心的佩服以前的天文學家那個耐心 他們都是用肉眼在觀測天空 想起來就很累 而且一不小心就會產生了很嚴重的誤差 所以在今天看來都會覺得這些觀測都很不可思議 那為什麼說克普勒不抬頭觀測星星呢 因為克普勒有嚴重的近視 就是他的視力不好 所以觀星對他來說是極為不利 但是他又對天文很有興趣 好吧 那還好他是個數學天才 所以他只要需要別人給他的觀測紀錄 他就可以計算出別人可能算不出來的成果 但問題是他就是沒有觀測數據 他也很難自己觀測 當時他有個天文學老師叫蒂鼓 是當時名氣幾乎是歐洲那邊最想讓的觀星師 但性情比較古怪 而且他跟克普勒相反 他是觀測上的天才 但他是數學理論上的一個矮子 但很奇妙他們的強項剛好是互補 那老師一直觀測 但是就得不出一個結論 那剛剛不是說他的學生克普勒很厲害嗎 但是老師一直都沒有給克普勒觀測的那個數據 據說是因為他害怕克普勒的數學天賦太厲害 老師擔心一交給他 他學生馬上就比老師先完成了行星運動理論 後來老師還是把那個數據給了克普勒 就是在他臨終的時候 老師臨終前理論還沒完成 然後他知道克普勒的能力只有他可以完成 所以他在畢生的數據都在事前就交給了他 所以30歲的克普勒終於拿到老師的很多寶貴的觀測資料 所以他就可以一展身手來研究了 當然別以為他有天賦計算起來就很輕鬆 他這個一研究就是八年都可以讀完兩個大學了 那過了八年後終於在1609年 他迎來了首次的突破 他就出版了《新天文學》這一本書 那裡面很多行星的運動就秘密就被揭示了出來 人們得以第一次在真正意義上對行星運動有很大的突破 他首先發表了兩個運動的定律 他算出了每個行星繞太陽的軌道其實不是圓形 是橢圓 所以大家知道我們地球繞著太陽轉是一個很奇妙的橢圓 然後太陽還剛好出現在數學橢圓軌道上一個 其中一個焦點上面非常非常的神奇 所以行星運動雖然不是圓形 但是是符合數學的橢圓模型 這真的是太奇妙了 如果這種奇妙規律要說不是有一位神造的 還真的很難去解釋 因為真的是太完美的跟數學是息息相關的 所以我們可以預測行星將來要怎麼運動 而不是行星是亂跑一通的 所以這是一個很奇妙的事情 好像都有一個人安排好了一樣 此時克普勒才38歲 他正值壯年 他應該可以馬上有很多突破對不對 因為精力旺盛 當然人生就是這樣 很多事情 事事無法預料 好事壞事都會發生 往往壞事馬上就會接著好事發生 而他就是這樣 他就是壞事來了令人措手不及 他在接下來的十年呢 悲劇的不斷的降臨到他身上 先是工作單位發不出工資 然後他丟了工作 然後他妻子兒子也相繼病逝 然後他也被迫遷徙 然後又再婚 所以很多的悲劇 他心裡承受了很大很大的打擊 但是感謝主 很有毅力的他面對無數的悲傷跟失敗 他還是不像命運低頭 在將近十年的努力之後 他克服了萬難 161819年那邊 他發現了第三條定律 這個定律是說 各個行星繞太陽公轉週期的平方 是與其橢圓軌道的半長走的立方成正比 好公司就在這邊請看 簡單的說呢 這條定律就是帶來一個突破 就是他能夠計算行星 離我們地球的相對位置有多遠 或者是各個行星到太陽之間的那些相對位置 就是很奇妙對不對 那各位知道我們火星啊 土星木星等等的距離怎麼算嗎 就是這個定律幫助人類有一個很大的突破 那也因為這個定律 人們當時就可以來出估算宇宙的大小 不過還是有個很問題沒有解決 就是當時雖然能夠計算各行星之間相對的距離有多遠 但是當時太陽到地球的距離 仍然是一個謎 所以此後的幾百年間 太陽到地球之間的距離是天文學的第一個難題 這是他所留下的 那在科普勒解開了行星運動的圖形的謎之後 科普勒還是留下了很多的問題 還有很多未知的天文學知識有帶他們去突破 比如說既然觀測與數學理論 確定了太陽在宇宙的中心 那太陽在宇宙中心的證據在哪裡呢 因為那是數學嘛 可是有沒有一些證據 那都是以後他們要研究的事情 或是行星的軌道為什麼算出來是椭圓呢 他們之間數學神秘的關係是什麼呢 又如果說地球不是中心 而且一個球體一直在繞著太陽轉 這麼快的速度 那為什麼在下面的人就不會掉下去呢 或者是剛剛提到的 人類竟然能夠在不飛出太空的情況下 能夠計算出太陽到地球真正的距離 到底是多少嗎 比如說有幾公里真正的確切的數據 可是我覺得人類真的是天才 在幾百年後 人真的在地球上就算出了太陽到地球的距離 所以解決了天文界的一個很大的難題 這個是非常厲害的 不出宇宙竟然可以算出宇宙之間的距離 我覺得這是真的是人類非常非常多的智慧在裡面 那所以當然很鼓勵大家可以繼續讀天文學的歷史 那我也推薦大家繼續讀一些很有名的天文學家的故事 像是切利略、牛頓、哈雷、哈勃或是愛因斯坦 他們的故事都非常的精彩 那科普類的故事就先講到這邊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 我們下次再見